我們今天拿民主時代的東西來檢視你適不適合擔任一個監察院長 但結果你一直跟我講你以前威權時代反抗共產黨威權然後爭取民主的東西 那是不是代表你在民主時代這40年以來33年戒嚴以來的這些政績都沒有什麼好講了 所以你就只能一直講你在戒嚴的時候如何反抗威權爭取民主 我們今天不是選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們今天是在選一個監察院長 你要非常的公私分明非常的清廉 如果今天民進黨一直要去維持著這種傲慢的嘴臉從2016年以來 這種把協商文化丟到這種嘴臉那必須說蔡英文在接下來的任期就必須要大方承認 他就是個完全沒有要理XXX的一個政府 很謝謝比特王在這段期間為台灣社會的公益來發生 為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來發生 謝謝他們 我們現在那邊剛剛有看到有很多台北市市議員他們很關心這一次 國民黨衝議場 然後要反對城局反對酬庸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非常值得台灣社會來關注 為什麼 因為現在其實當然很多人覺得說這是一個藍綠對抗 然後很多人覺得說這件事情台灣社會有點無感 可是難道因為大家無感或是看不見或忽略 然後我們就去捨棄這些不公比的事情嗎 我覺得在野黨或甚至是反對黨其實是有責任要去把這些事情說出來 所以雖然說這兩天很多人對國民黨行動有一些嘲諷 那覺得說是不是撐不久啊 講說一些開冷氣什麼的 但是坦白講我個人我覺得還是要給國民黨很大的肯定 就是說他們終於放下了很多的身段跟包袱 去學習怎麼樣從一個在野黨往一個反對黨蛻變 因為他們終於想起來他們當年革命起家丟炸彈的那種情懷 然後怎麼樣去幫人民發聲 怎麼樣去對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國民黨很需要找回這種精神 這才是國民黨的黨魂啦 坦白說上禮拜吵我九二共識吵來吵去 每個都超級兇 然後現在要團結一致對民進黨的時候 好像就只有立委很團結 但是其他黨內或是很多地方外圍的團體 你可能不一定能跟上 就是靠很多像比如說螢幕前的大家網友 還有現場很多熱血的民眾來一起來發聲來支持國民黨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很慘痛的失敗跟蛻變必經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給這一段時間 這兩天去策劃還有佔領議場的這些國民黨委員一個鼓勵 我覺得這就是對外來說是個練兵啦 雖然都是初體驗不一定很多地方表現得很完善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開始 接下來就是對民進黨的各種遊擊戰 那我覺得反對民進黨一黨獨大仇勇謀私利的這些朋友們 包括說所有的網友們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來關注跟聲援國民黨的行動 因為我們不能夠讓台灣變成一個一黨獨大獨裁的社會 這跟顏色無關 這跟你支持藍、綠、紅、獨都無關 我們大家都生活在這塊土地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國家社會變好 我們現在看到當年以人權、民主、進步、起家民進黨 但是你現在你上台拿到權力之後 你是分贓、你是仇勇、你是不專業 然後你是這樣子為了黨內的派系平衡去提名一個這麼不適任的人 來當監察院長 我覺得實在是治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還有台灣社會的民主發展於不顧 那你說台灣這30年來真的比較民主比較進步了嗎 但我們看到很多的不合理的動亂 我們看到很多其實抹滅我們原本尊重的善良價值 很多奇怪的事情在發生 包括說你提出來的監委名單 非常的不中立 你提出了一個這樣子劣跡斑斑的監察院長 現在很多人都只關注他當年報告說他在市政的時候 有58件糾正、3件彈劾等等等等 但是我昨天晚上睡覺前我在看直播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想要陳菊 跟甚至跟陳其邁連在一起的時候 第三個關鍵字你會想到什麼 我想到的就是高潔案 因為現在很多民進黨大家在幫他辯護 林非凡今天早上出來講 就是說陳菊是一個人權鬥士 當年為民主做過勞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去幫他辯護說他很適合 當監察院長 那我覺得其實包括我在內很多人 可能都不會去否定陳菊當年所謂 為民主的這些貢獻跟犧牲 但是他當年追求的民主 那他在威嚴時代 威權時代去反抗 去追求民主 那現在已經民主時代了 那我們拿民主時代 法治的標準來檢驗你嘛 那你當民主時代的政務官 你當高雄市長 你當老委會主委 就是各種出包各種問題啊 監察院長都不用去檢視嗎 我們今天拿民主時代的東西 來檢視你適不適合擔任一個監察院長 那結果你一直跟我講 你以前威權時代 反抗公共黨威權 然後爭取民主的東西 那是不是代表 你在民主時代 這40年以來 33年戒嚴以來 的這些政績 都沒有什麼好講了 所以你就只能一直講 你在戒嚴的時候 如何反抗威權 爭取民主 但我們今天是選 我們今天不是選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我們今天是在選一個監察院長 你要非常的公私分明 非常的清廉 然後自己跟你的帶領過的團隊 都非常的乾淨 像以前無敦義的高雄市府團隊一樣乾淨 你才能夠去講說 你能夠來擔任這個位置 不是跟我講說你以前爭取民主 那如果照這個邏輯的話 講說他以前東征北伐抗日 這種民主英雄 民族救星 這麼偉大的攻擊 那讓他一直連任總統 是不是也只是剛好而已呢 你能夠認同這種論調嗎 也許有些人能 Anyway 回到陳菊的這個例子 我們今天是拿民主時代的標準來檢驗你 就請你還有民進黨的各位 不要再扯一堆威權時代 人權鬥士的這些東西 來跟我們講 不是你當過人權鬥士 全台灣人就欠你 欠民進黨 然後就一定要讓你的仇佣 這樣大官位做好做滿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從這段時間到現在 不要講說這是藍綠對抗 時代力量做的民調都超過一半以上 連綠營裡面25%民進黨支持者 都不相信陳菊他有辦法做好監察院長 那這件事情放到國家的高度 放到整個朝野不分黨派的高度來檢視 蔡英文政府今天提名陳菊當監察院長 真的是會一笑大方 我們真的是建議不管是人民的聲音 或是朝野各黨派很多聲音已經發出來 大家都不認同這樣的一份監委名單 你們在做這種不公不義 分贓謀私的事情 民進黨雖然之前拿了八百多萬票 人民很快也會看破你的手腳 很快會看破你是一個傲慢 一黨獨大不願意真正分享跟實踐民主價值的政黨 你們很快也會被人民推翻掉 我覺得這兩天國民黨的行動 雖然很多人開嘲諷 雖然沒有取得成果 但我覺得它是一個開始 那黨主席江啟成也講了 這接下來會是一個沒完沒了的遊擊戰 我覺得就是要走入群眾 去把人民的力量帶起來 因為國民黨大家都說以前穿皮鞋 不懂得穿草鞋 不懂得戰鬥 我覺得這兩天至少是一個開始 國民黨的35位委員們做給我們看 怎麼樣重新回到群眾裡面 去凝聚很多明星 當年革命的時候人也是非常少 也是到處被蜻蜓這樣追捕殺來殺去 但最後怎麼樣推翻滿廳建立民國 就是說你能夠把明星換起來 那我覺得這是國民黨接下來 其實要很要去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也有很多年輕人 不管認不認同國民黨 但只要國民黨他願意做對的事 跟明星站在一起 其實大家也都會願意支持他 我覺得這是大家接下來要 一起跟我們在一起去努力的方向 那我們今天現場其實也有一位 年輕人他是 參與了整整兩天的戰鬥 那我覺得可以請他來分享一下 他這段這兩天的期間 在議場在第一線 他看到什麼 他的感想是什麼 我覺得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今天的重頭戲來了 就是這一位 各位這個收看直播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叫我高玉安 他是那個玉智探探念了 所以大家以後可以叫我大安就好 那個嘉欣一起好了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其實 剛剛嘉欣希望我過來這個直播間 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兩天這個現場的狀況 坦白講 我一直在想說 我要實際的去跟大家分享什麼 後來想到了 所以我可能講話比較實際一點 因為比較不好聽 大家見諒 我必須說 在今天整場 這兩天啦 整場的這個抗爭活動當中 其實從昨天的晚上到現在的整個抗爭活動 在我們所謂的這個 輿情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聲量 是在嘲笑這場活動的 但其實沒有辦法啦 確實坦白講 這幾十年來 國民黨在台灣的這個政治環境當中 在街頭運動 抗爭這個項目中 絕對是新生兒的等級 所以 被很多所謂的什麼 自稱是太陽花的這個前輩 當然是玩笑話啦 被這些前輩說 你們不懂得街頭抗爭 你們不懂得如何去 這個在街頭上 發表出一些少數的聲音 去做抗議 坦白講 真的必須要承認 真的必須要承認 今天在這個現場的戰車上面 我一直想要跟大家呼籲一件事情 現場有非常多的團體 非常多的旗幟 大家想要表達訴求也非常非常的多 但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跟蔡英文政府 我們跟蔡政府要算的帳 還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一定會在接下來他的任期裡面 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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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給他算 一定要給他算清楚 但是在進行街頭運動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焦點給聚焦 把我們的這個目標給聚焦 我們今天這兩天會在這麼酷暑的 這個六月天在街頭的目的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監察院的這個名單啊 人選極其荒謬 我在早上呼籲大家的一個口號 我們要大家經過這個立法院的時候 嘲笑民進黨 你們民進黨是沒人才的嗎 這條的隱喻是 你今天蔡英文講難聽一點 要做政治酬庸 每一個政治團體都會有這個行為 但你這個做政治酬庸 這個吃香會不會太難看了一點 一個這麼有爭議的人選 難道你把這個國會的審查 當做塑膠嗎 不可以嘛 不是說你不能提人選 你說你要廢除考間 要先提人選上去 才可以去廢除考間的這個流程跟進行 我們尊重 但這麼有爭議的人選 今天國會有聲音了 民眾有聲音了 難道不不能協商嗎 在王金平院長時代 有這樣的一個協商 其實我理解每一屆立議院 有自己的文化 但難道在蔡英文完全執政 從16年到現在 國會的協商文化 就通通被丟進垃圾桶了嗎 不可以 我知道外界對於每一項議題 在每一次發生各種爭議議題的時候 都會有兩邊很衝突的聲音 為什麼立法院之所以可以擔綱立法院這個工作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非常優良的協商機制 我們可以暫時放下爭吵 透過協商 透過互相讓步 來達到雙方都想要達到的目的 這就是一個最佳的 國會在面對爭議議題最佳的一個解放 但沒有想到 自2016年以來 蔡英文完全執政之後 謙卑謙卑再謙卑 最會溝通的政府 言由在耳 卻在國會 一而在 再而三 讓協商機制 心同虛設 讓協商文化 被丟進歷史的垃圾桶 憑什麼 我可以明白 廣大的民意 在2016年 2020年 兩次的中央選舉當中 教訓了國民黨 這是國民黨要深刻去檢討的地方 沒有錯 也確實在這兩次的中央選舉當中 國民黨的民意代表的席次 是相對弱勢的 這都可以理解 雖然難過 雖然難受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接受 但難道就因為我們席次少 我們就可以把協商文化丟掉嗎 絕對不是 今天大家會站在街頭 就講得難聽一點 就跟當初318選議一樣 在野黨的席次少 他們認為 他們沒有辦法在國會議場 透過席次的方式 主黨他們認為應該要主黨的服貌 所以才號召了群眾 今天的劇本也是一模一樣 雖然我剛剛在一開始前面就講了 我們必須要承認 國民黨在街頭運動上面來講 這幾十年確實是新生而等級 沒有太多需要去修正 去加強的地方 這些善效 也許其來有志 但在善效的背後 在嘲笑國民黨不會做街頭運動的背後 我們有沒有辦法再一次的去聚焦一個核心 就是為什麼民進黨在2016年以後 可以這麼的壓壩 連最基本的國會協商 都可以丟進垃圾桶 席次少就沒有民意的基礎嗎 這38加2席的國民黨黨團 這40席的委員 難道背後不都是也是民意基礎選出來的嗎 席次少又怎麼樣 這40席後面代表的也是扎扎實實的民意 席次少不代表我們的聲音 應該要在被議場上被默示 席次少不代表協商可以完全正眼不看人家一眼 席次少不代表你今天在通過議案的時候 可以把這40席的立委當作塑膠當作空氣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這個樣子的話 還需要協商機制做什麼 還需要總召跟總召之間 在房間裡面坐下來談做什麼 有些人詬病密室文化 詬病黑箱文化 讓大家可知道 過去有多少的法條 是兩邊的總召 坐下來談談出來的結果 如果今天民進黨一直要去維持著 這種傲慢的嘴臉 從2016年以來 這種把協商文化丟到這種嘴臉 那必須說 蔡英文在接下來的任期 就必須要大方承認 他就是一個完全沒有要理少數民意的一個政府 2016年當選的那天晚上 他承諾的謙卑再謙卑 他跟林權院長當時說的最會共同的政府 根本就是在安撫摸頭少數民意 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們是多數學的國家 我們必須承認 但這並不代表拿到多數的人 可以完全的凌駕 完全的霸凌少數民意 千萬不要忘記了 這四十席國民黨團的委員 這四十席國民黨團的席次 背後代表每一個選區 扎扎實實的名義 請蔡英文政府 想起2016年那個晚上 當大家都非常有疑慮 連泛綠的選民都很有疑慮說 哇!今天民進黨 行政立法權 會不會被壟斷 會不會被獨裁 連泛綠的選民 泛綠的幕僚都有這個疑慮的時候 你蔡英文在勝選的講台上面告訴大家說 不會!我會謙卑謙再謙卑 你跟林權院長說你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當時有多少的青年幕僚相信你 有多少台灣政治的未來願意相信你 請你回想當天晚上 你為什麼會說這句話 請你回想當初你跟林權院長 為什麼會說這句話 再來看一下今天 你們為什麼又把四十席的少數席次 當作垃圾 當作塑膠 把立法院長久下來 優良的協商機制 當作垃圾桶 丟進歷史的灰燼 絕對不可以 好的 好你說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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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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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